鲜炸会咸拉面1000日币 鲜拉面650日币两片 猪排冻加味噌汤700日币 天冻加味噌汤加蕎麦面set1000日币 哈喽皆様こんにちはKTです 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住在北海道有这么棒吗 来旅游观光呢 跟实际在这边工作生活呢 其实是两回事的 这次会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来宜居北海道的话 最好先考量的这十件事 第一件事那就是天气啦 大家可能想象的北海道是像这样子 下雪了下雪了 你几乎打 你几乎打 是不是超级梦幻的感觉啊 就是想说住在浪漫的雪国队吧 冬天冰天雪地的 可以玩雪啊踩雪啊 耶 但实际上住到现在 包括冬天除雪比较麻烦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都经历过初雪啦 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实际的情形 另外一点呢 是因为冬天很长 其实北海道从11月开始 就是还没有下雪的时候 就渐渐就开始变冷了 而且会一直冷到快4月耶 快大半年的冬天 特别是这边夏天真的很短 真的可能这只有7到8月这两个月 短短的两个月而已 超过这个期间的话 其实身体上天气都是偏凉的 住久的话真的会还蛮怀念台湾的夏天的啊 在台湾夏天的话 我们就要去泡游泳池啊 玩水啊之类的 我到北海道这边 我都已经住了快3年 我没有去过游泳池一次过 第二件事情就是外食选择性少 而且偏贵 没有早餐店 没有夜市 没有一些五花八门的饮食店 饮料店之类的 这里我们单纯只是普通的外食而言 日本啊 如果说是大阪 东京大阪那些闹区的话 可能吃的选择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因为北海道毕竟是乡下 要说首都杂谎的话 其实就是博野李小路那边 他们那边应该会比较多吃的 但是大部分应该还是居酒屋 就是那种比较偏聚会的地方 其实北海道总体呢 出了杂谎那一区之类 其实那外食 其实大家外食选择性 就是差不多那几样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去外面吃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吃一些什么 这个是我吃过算贵的拉面 海鲜杂慧咸拉面1000日币 咸拉面650日币 两片猪排冻加味噌汤700日币 天冻加味噌汤加荞麦面set1000日币 这家店是我比较常来的 北海道的便当连锁店 最便宜的就是这个白生炸鱼便当 390日币 大概105台币 其他就都要日币 600、700甚至800多都有 这样这样子最便宜的 390日币的便当啊 对 虽然它有一片炸鱼 还有这个菜 这个青菜很小 让大家看一下 在北海道喝一杯珍珠奶茶 590加了碎一杯650 哇 这杯因为是给大杯700cc 650 希望台湾的大家有些人想要开店的话 多多来北海道可以珍珠奶茶店 哇 那像在台湾超级方便吧 台湾的话如果说你懒得自己煮 那就随便叫个外送 Uber Eats 然后服的胖打随便叫 那其实北海道的话 基本上郊区是没有外送那种 那杂谎他现在虽然他慢慢有Uber Eats 但是选择性也是没有台湾这么多 包括我的道名男友就是阿琪 都觉得其实北海道外食的选择性偏少 像阿琪他有时候说 其实北海道的话 地雷店也是蛮多的 而且大多是观光客价钱 建议大家来这边饮食店的话 其实还是要上网查一下 看他口碑是如何 评价之类的 第三件事就是 超市物价大多还蛮便宜的 其实物价跟台湾差不多 然后自己煮会比较省 诶这一点听起来好像是优点 在北海道这边去超市 真的是可以省蛮多的 but 但是不能学偷懒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那么习惯 这边的就是他们习惯自吹的这个文化 像我早上去个便利店 午餐吃个拉面或丼饭 晚上才会自己煮 包括偶尔跟朋友 去个居酒屋消费的话 一次消费可能就2000到3000日币了 我当时一个月光吃的话 我就花到快5万日币 算算下来说可以说是一天 已经花超过400台币了 后来我慢慢减少外食 每天都自己煮 像在超市买一条那种吐司的话 然后每天早上就起来做自己 自己接蛋啊做三明治啊 然后后来我才慢慢控制到 一个月我花3万日币 所以呢 日本的物价呢 超市物价虽然说大多很便宜 但是呢外食偏贵 所以说是要大部分 都是要很勤劳的自己煮 才可以省到钱 第四件事呢 那就是日本的医疗方面 哎还好北海道的医院 跟诊所都还算多啦 像我去看牙齿 或看皮肤科的话 到目前呢 我遇到的诊所都还算不错 不过有一点就是 日本跟台湾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像台湾的话 可能付一个挂号费 然后你就可以包括看诊跟拿药了嘛 但是日本的话 他几乎都是看诊跟拿药是分开的 像这是我之前 我皮肤晒伤 我去皮肤科看诊的收据 就已经看了1090日币 然后我再拿个药 又拿了740日币 那这样总共1830日币 将近500块台币耶 我只是看一个皮肤科耶 而且日本的健保呢 是自费 自费才30%就这样子的价格了 台湾健保果然是世界那么万吗 何况每次我跟大家更新 日本疫情的时候 都有提到过 在日本这边的话 如果说感染新冠肺炎 如果你是亲症的话 他们考量到 考量到病床数不足 所以他们可能会叫 亲症的病人回家隔离之类的 或是去饭店隔离 不像台湾说 如果说你肝人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住院嘛 会不会就这一点就把大家吓跑啦 日本呢 他们其实他们还蛮讲究 就是自己个人的健康管理 他们叫做太秋抗理 像很多人感冒的话 他们还是会戴着口罩 去上班 然后甚至搭电车之类的 因为呢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会把个人的健康管理 看成是一种个人的责任 这样子 那就温泉多泡点 提高免疫力 第五件事是交通方面 交通方面呢 北海道呢 有地下铁的 只有雜黄 而且他只有三条线哦 其他的地方的话呢 当然就是JR电车 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巴士公车啦 不过听说那个班次都还蛮少的 这样子 所以说说不上是交通方便 而且JR非常 北海道 特别是北海道JR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大部分北海道的人 他们都会开车 尤其是在这边冬天呢 买东西 出外买东西 移动的话 真的话 还是要有一台车会比较方便 而且因为下下雪嘛 所以说在北海道长居的话 建议要有一台车会比较方便 但是呢 这也多了一个养车费 而且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在北海道的话 冬天开车的话 要用冬天的轮胎 那其他的季节的话 就用一般的轮胎 所以在北海道这边开车 要准备两副轮胎 总共八个轮胎 然后这又是一笔费用啦 有些人可能会自己换轮胎 或是请人换 就是付一点钱之类的 另外呢 家里呢 或是家里的外面 也要一些储藏室 要有空间放这八个轮胎嘛 第六件事 那就是除雪啦 北海道一般住家 像一户建的话 可能都要自己除雪 虽然说我们住在租赁的公寓的话 不用除雪 但是我们的车子也是要除雪的 北海道的冬天 大概快半年 每年呢 大概会下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雪 只要一下雪就要除雪 像车子的话 不只要除上面的雪 还要你自己车位附近的雪都要除 像大家一般呢 会拿一个像这样子的铲子 或是铲雪橇 甚至有人会开除雪姬 我一般拿铲子锻炼身体 好几公斤的雪 平均每次要除个半小时 第七件事呢 就是其实北海道的水费是偏高的 而且特别是冬天呢 还多了这个暖气费 大家有听说过 日本的水费很便宜吗 但是北海道的水费 却是日本偏高的 像我之前一个人住的话呢 我大概两个月会缴4700多日币的水费 平均一个月大概2000多日币 大概五六百台币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贵啦 但是实际上上日本网站查的话 其实发现呢 北海道的水费 却是都到福建上第一名的 像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住的公寓呢 然后我们还会把泡完澡的水 这样子引流到洗衣机里面省水 而且日本一些家具也都会卖这个器具啊 很夸张吧 我没有想过我来日本的话 晚上要省水耶 再来是冬天暖气 像这个我后面就是这个暖气 LOP瓦斯的 像我男友明明是道明 他却很怕冷 他想说不想要下班之后 回到家里很冷 所以他就把这个暖气 一整个他就整天都开自动这样子 像这个暖气呢 他有附一个感应器 如果说室温变得比较冷的话 他就会自己这样自动开启 然后呢 这个暖气呢 一个月呢 这样开下的话 4万多日币 后来我们就想说 我们晚上睡觉再开着 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会盖那个电毛毯 然后说如果暖气的话 不要开太久的话 然后也会开这个 空调 就是开空调会开这个暖气 如果是住一户建的话 他们大部分会用Toyu 就是没有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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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